本期主题是家长和孩子发生矛盾 该怎么解决 让我们来听听中国公安大学的李梅景教授怎么说 还是不要动手 为什么呢 因为动手了孩子就觉得平了这事 反正你已经打了我了 你还怎么这样对吧 而且大不了他也就知道 这你就在底线了 你大不了再打我一顿 他也知道反正你也打不死我 因为毕竟我是你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打呢 终归不是上 就是最上乘的一种选择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叫无言自卑 无言自卑呢 它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当孩子做错的时候 你可以盯住他看他一分钟 我们心理学上把这叫长目光 长目光呢 它有很多的含义 就是本身这个目光就带有警告 也带有威胁 然后呢 同时这种注视他 他也会觉得很难受的 然后紧跟着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他要当时 假如在人很多的情况下 他也有一个面子问题 所以有目光就足够了 就不要再有其他的动作 但如果要是就是在家里头 而且呢 就是两个人 然后呢 你在冷静下来以后 叫他解释一下 他刚才为什么这样 就比如我叫你 你就不听 我叫你过了 你就不过来 或者你在别人面前 做了那么一个行为 你告诉我因为什么 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你可能是故意的 然后如果是故意的 你一定有原因 你把原因说出来 让我听一听 这样呢 他肯定刚开始是不愿意说的 可是呢 当你在等待他的过程当中 当你的耐性到足够的时候 他觉得你是有诚意的 是想听我说的 所以他有时一旦说出来 然后你就明白了 你可以在那种情况 你根据一个情况 比如包括我不对 我就承认 我当时没有关注你这一点 对吧 但如果是你不对 下次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样做是不好的 你有什么情绪 你可以事后跟我讲 你在很多人在的情况 应该怎么样 也就是说 你要把应该的方法告诉他 这样的话呢 对 他有这么一两次交涉以后 他就知道了 所以等你眼睛一盯住他 他就知道这事 在有一个场合了 可能他就马上知道 后边该怎么做了 但是你要用暴力的方式呢 他往往不呼应 所以我觉得 还是无言自卑吧 就是越是到那种 比较冲突 剑拔弩张的时候 父母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然后给他一种感觉 就是父母有危言 但是呢 很克制 他以后他就明白了 而且这样的孩子长大了 他也不会暴力对别人 他也会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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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 他也会克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